年代新聞 我要請尤柏智FNG小組 好 真的要幫台灣的這些研究學者拍拍手 這是明道大學經過了三年的研發 現在發表了全世界第一片 彩色的太陽能電池薄膜 上頭可以印上各式各樣的圖案 貼在玻璃上頭當作裝飾 而且非常特別的是 它吸收的太陽熱能所轉化的電力 可以供應一家四口一整天的用電量 不只是千變萬化的彩色玻璃 模特兒手上拿的可是全球第一片 全彩太陽能電池薄膜 無論是台北地標101 還是佛像 蝴蝶 跑車等等各種圖案 好看的外表下還隱藏著發電用途 從原本不透光黑色的太陽電池 讓它變彩色了 這樣的話就可以廣泛的用到 一些玻璃帷幕上 一些商家的廣告看板上 為了讓太陽能電池薄膜 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明道大學研發團隊 前後花了三年時間 將單調的太陽能薄膜 從黑白變彩色 未來可以運用在綠震竹上 當作窗戶玻璃或是大樓外牆 而且小小一片薄膜所吸收的太陽能 足夠供應一個四口之家 一天的照明用電 1.1米乘以1.4米的太陽電池 一天可以發四個小時的電 也就是400瓦的電 大概點20盞 我們一般的省電燈泡 我們的這個研究發明 受到很多國家的這個肯定 所以拿到很多國際的專利 台灣的獨創技術 不只受到國際青睞 目前明道大學也和不少產業配合 就在陸港打造玻璃廟 賦予實用的綠能產品 藝術價值